文章来源 新黄河 7月29日结束的巴黎奥运体操男团决赛 中国军团以0.532分的微弱分差汉腹获得银牌 30日 前中国体操队运动员 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李小双 在直播中表达对中国体操队的意见 李小双在直播时直言 最大的问题就是教练组 别人不敢说的 我敢说 在直播中 李小双表示 女队的自由体操跟跳马没有一点改变 甚至回到了92年的难度 我们教练组是不是应该想一下这个问题 高低杠要跟世界顶流比的话 我们还差远了 李小双认为应该改变一下训练模式 不要总说中国运动员这个身体能力太差了 不如美国运动员 我真不这么看 李小双说 第一 肖若腾 张伯恒 苏伟德 刘洋 邹靖元都是好样的 但是 我们要看到存在的问题 我们年龄都偏大了 我们不够年轻化 体育是什么 是年轻化 他再次提到 要改变我们的训练方式跟选才方式 我们应该提起重视 李小双 1973年出生 1980年在小学读书时 就接受体操训练 9岁被选入湖北省队 12岁入选国家队 第25届奥运会 男子自由体操金牌 和第26届奥运会 男子体操全能冠军得主 1990年在北京第11届亚运会体操比赛中 获自由体操金牌 和男子团体金牌 1991年在全国体操锦标赛中 获全能自由体操 跳马三项冠军 双杠亚军 1992年 在第25届奥运会体操比赛中 获自由体操金牌 调环铜牌和男子团体银牌 1994年 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中 获男子团体冠军 1995年 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中 获全能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 1996年 在第26届奥运会上 获男子体操全能金牌 他是中国体操项目中 最杰出的运动员之一 1992年 1994年 1995年 三次荣获国家体委授予的 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多次当选为全国十家运动员 和全国体操十家运动员 李小双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博得的男子体操全能金牌 是中国体操史上第一块个人 全能金牌 含金量很高 体操术与李小双十字 调环比赛中 从支撑开始慢落下 承拳垂直 逼压上乘十字两秒 为中国体操运动员 李小双独创 请不吝点赞 倍晃的 translates 心灰心